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也是刚刚您谈到的 就是说刚才您谈到这个案例 它其实是很矛盾害怕就是新冠 但是又坚决的拒绝疫苗 那现在我们来看现在整个的 就是全球的疫情情况 其实有些地方是已经趋缓了 那有些地方又冒头了 所以而且现在我们面对这个病毒又变异 疫苗好像一次打一次两次 可能就是以后每年都要打 那如果照这样来看 就您的观察这什么时候会是个头呢 您从整合医学角度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医学它可以从宏观上看 也可以从围观上看 所以我们是一定从围观看到宏观 因为如果不这么看的话 我们是不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搞得非常的围观 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很微观的对待这个病毒 好像这个病毒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生物 无缘无故的就来侵犯了我们 无缘无故的就把人类打得落花流水 然后我们就分析 这上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它有一个冠状的刺突蛋白 然后我们就很微观的去针对这个刺突蛋白去研究 这个综合它的这个丹克隆抗体 研究它的这个综合它的这个疫苗 通过这个身体的免疫反应 通过疫苗来阻挡它 所以我们整个人类的精力 全部花在这个非常非常微观的方面去做 那微观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简单很清楚 你看这个这个是你看这是次毒蛋白 这是抗体 这个把它一挡一阻 给你搞的图画的清清楚楚的 但其实呢那个都是绝对不准确的 而且是非常不准确 是我们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和推测 然后呢做的实验 然后把它用人的这种加上人很多想象把它表现出来的 而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人身上里面的真实的情况 真正做科学的人都知道是很复杂的 是我们讲不清楚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微观的想象的 完全在实验室控制之下的 也就是说它越是所谓的科学的控制的 就是越离现实就越远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没有想到第二层 第二层就是病毒是一个源头 那第二个就是宿主 它侵犯了谁 我们从一开始这个病毒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它大部分侵犯的人是中脑连人 是吧 中脑连人年纪越大他感染越多 然后呢死亡的也都是年纪很大的 然后呢有其他慢性疾病的人 对吧 那假定说我们从整合医学的角度来说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要控制的是什么 控制它造成的损害 是不是 那如果控制造成损害 当然了一方面是切断这个传染的源 第二个呢就是帮助宿主 帮助被感染的人 那么谁我们需要帮助呢 需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那我们以前就讲过 那就是年纪大的人 是吧 那么那时候年纪大这个事情 你怎么你不能让他再年轻啊 那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年纪大都是相对的 有的人很年轻 但他身体年龄很大 因为他提前衰老了 有的人年纪很大 他身体年龄很年轻 因为他注意自己的健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问题 但是我们要关心每个人 他的生物年龄 这生物年龄 还有其他方面可以判断呢 就是他的功能情况 比如说他的呼吸功能 他的血压 他的血糖 是吧 他的代谢功能等等 为什么肥胖 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这些都是这些容易造成问题的原因呢 如果这个是原因的话 那你说我们抗疫 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整天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钱投到研究疫苗上 这个上面那个上面 怎么戴口罩 怎么搞呼吸机 而是应该 我想象中应该看到的景象是 整个政府呼吁全民出来运动减肥 这个呼吁全民吃健康饮食 是吧 给那些卖糖水的 卖这个垃圾食品的公司 十倍的这个罚款 这个让他把这个钱拿来加税 不是罚款 就是加税 把这个钱拿来给大家免费发这个维生素D 给大家补心 给大家吃有机的饮食 就是通过这个来改变我们造成这些慢性疾病的原因 是不是 造成我们过早衰老的原因 是吧 控制我们慢性炎症 对吧 这个我们都讲过的 这些都会让 那么这是我们从整合医学来看 这个才是个科学的办法 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宣传 也没有任何的投入 我们相反的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逼着所有人打疫苗 那我们就在说这件事情打疫苗 这个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人不会打疫苗 为什么会有一半呢 你说杨医生 你凭什么就这么 有的地方人百分之多少人会打了 你如果平均下来的话 最终肯定是有一半的人 因为这个宇宙就是这样的 一阴一阳 什么事情都是对办的 这个有一半人喜欢打疫苗 有一半人就不喜欢打疫苗 必然是这样 那么打疫苗的人又打疫苗的人的道理 如果他觉得需要打疫苗 他可能就需要打疫苗 他不想改变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也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他也不想从这个疫情当中学到任何东西 他想保持他的原来干什么 还继续干什么 那他就会打疫苗 他会向外找 向外求嘛 但是有些人他通过这个以后 他就知道 我应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我应该重新思考人生 我应该重新 我应该把精力放在改善我内身的免疫力上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非常重要 我们讲过 这个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 他不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 你只要刺激他 他就会保护你 其实每一次刺激都是一个消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身体如果有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包括你吃那些容易让你身体发炎的那些垃圾食品 那么还有你身体里面对它产生敏感反应的食物 那么你的身体就在不断的消耗你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功能 细胞的分化产生 虽然我们说有这个肝细胞是不断的可以分化的 提供你身体所需要的免疫细胞 但是它的最终的也是有限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免疫衰老 免疫衰老和炎性老化的概念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你每一次的感染 包括打疫苗 那也是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一个笑话 那如果说我们不重视这些慢性炎症 这些人已经被感染的人 感染以后病情很严重的人 那是什么 就是它免疫功能已经有问题了嘛 你不改善它免疫功能 然后你通过疫苗再刺激它的免疫功能 是吧 让它产生反应 然后等待在被感染的时候 它可能准备的更好一些 这里面风险非常大 为什么非常大呢 第一 你如果给它打了以后 对它的免疫系统又是一个压力 又是一个负担 是吧 如果它被感染的 它如果在保护其类被感染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你这个压力以后让它的免疫功能 免疫反应更加减弱 如果来了一个变异的病毒 像Delta病毒 如果再来一个新的病毒 那么这群打过疫苗的人 它实际上的免疫反应和免疫功能是减弱了 它在应对新的感染 对它是没有利的 没有利的 这有点像我们叫做什么 这个陈宇现在已经不太用 用不上了 就是喝 你这叫什么 饮救止渴 就这个意思 实际上我们就已经 我们的生免疫系统已经超负荷了 我们还在给它打一次不行 打两次 两次不行 打三次 你说的这个不是太确切的比例 一个老马他已经跑不动了 你偏命的抽他 你说他能怎么办呢 是吧 这就是跟我们现在英国出来的资料 就出现一个问题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发现那个打过疫苗的人 他在被Delta病毒感染以后 看急诊的比例 人数要远远高过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在50岁以上死亡的人数当中 这个打过疫苗的人 两次打过的50个人 没有打过的38个 打过一次的还有18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打疫苗的人 特别是面对变种的病毒 那你是 不是说你的免疫功能是你的疫苗效果和作用的前提 那么再说这个 咱们再说说病毒 你说这个世界万物 我们每天都是呼吸着病毒 呼吸着细菌 是吧 那么人根本就是跟病毒 病毒细菌几乎是我们人生存的一部分 它在我们身体里面起着很多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人到了一种害怕病毒的状态呢 人这么样一个 我们说万物之灵 现在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 素手无策 我们是这么自以为是的人类 自以为很发达 很聪明的人类 现在对一个病毒素手无策 疲于应付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映一下 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境地 那我们先说说这个病毒 病毒为什么总是剩我们一招呢 现在这个病毒 这个Delta病毒有个特点 它第一 传播速度很快 它这个变异的点很多 第二个 它跟这个ACE这个受体结合力更强 比Alpha病毒更强 第三个呢 它现在开始感染那些 它有一个让人再次 它能够逃避我们后天免疫的 就是打疫苗以后产生的后天免疫的机制 也就是说它能够让人二次感染和重复感染 还有呢 它就是说开始针对更年轻的人 针对更年轻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它扩大了它生存的空间 饭间 繁殖的这个方式 因为年轻人身体好啊 它繁殖很快 是吧? 但是呢 它相对症状来说它不会死亡 如果造成大量的死亡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要跟这个 跟这个病毒同归于尽了 是不是? 你看人类去年做的事情有点很接近了啊 我们开始不许上班 不许上学 是吧? 人和人不接住 然后政府给补钱 那你说这个大家都不上班了 不学习了 社会都停摆了 最终这个钱从哪来呢? 这样下去以后人类不是要灭 要绝了吗? 是吧? 那真是就是一个人类跟病毒要同归于尽的这个架势 是吧? 那你说这个病毒 这次病毒很聪明啊 它不能让你跟它同归于尽啊 所以它可能死亡率比较低 这样 所以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应该整天报答 哎呀 这感染了多少 多少新病例? So what? 大家都感染了又怎么样? 对不对? 重要的是感染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对于我们会发生什么? 对吧? 那我们能够针对这些异感的人群做什么? 我们这才是 人类应该怎么样去反思自己 如果我们看看现在人类 我们再说大一点啊 我们假如说人是有灵魂的 这个病毒是不是也有灵魂啊? 人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 这个病毒是不是宇宙的一部分? 这个病毒在这个宇宙当中能够为所欲为 那是不是有原因呢? 那不管别的吧 咱们说玄的咱就不能说了 咱说这个具体的 你说人类你为什么要搞个什么病毒实验室 专门研究怎么样让病毒的传播 这个毒性更大 传播越快呢? 你说你做这个事情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 是吧? 这个宇宙如果还真有一个主的话 这个宇宙还真有一个规则的话 我认为宇宙是非常有规则的 你看那太阳一天到晚 该起来就起来 该下去就下去 一年四季变化 是吧?那大自然它是有规则的 而是人类是现在不遵守规则 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你说这个大自然能不收拾你吗? 是吧? 那说现在的人对自然的破坏 是吧? 对动物的伤害 是吧?吃东西什么都吃 蝙蝠都吃 那你说这个能让你这样下去吗? 现在的人类更是觉得自己是天老大 他老二 他什么 他老大 天老二 人定胜天 什么都干 那你说这个自然能够留你吗? 是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带来这场文娱 实际上是给我们传递信息 如果再从宏观上讲 传递什么信息呢? 就是人类 你必须改变你们的现状 你才能够存在下去 你如果得不到这个信息不改变的话 这件事情是没完的 我会不断的给你传递信息 就像这个信使 给你传递信息的时候的方式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直到把你敲醒为止 你如果实在不行 那你就完蛋 因为这个宇宙它不会留一个让这个大自然受伤害的 让其他人受伤害的这样一个东西存在 所以如果从宏观上讲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认为我们整个抗议是搞错了对象 是 那如果说就您来了解 您刚才也谈到病毒 从整合医学角度来看这个病毒 如果它是有这样您刚提到的灵魂 那我们人类应该要怎么样对应 因为现在您也知道 就是Delta病毒传递出来之后 就像您刚才也提到 它的传递速度是相当快的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的致病性 但是现在全球也是非常关注这个病毒 那病毒它变得速度也很快 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来因应呢 对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就是说啊 我们在这个人看疾病的时候啊 我老跟我的病人讲 我说那你身体里面不管是出现了什么症状 头疼也好 拉肚子也好 是吧 抑郁也好 焦虑也好 甚至身体上长肿瘤也好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他们不是你的敌人 你应该认真地款待他们 什么意思呢 你要把他们当朋友对待 你要感谢他们的到来 他们实际上是想告诉你 你的身体内部出了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应该好好去改善它 它是给你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来的 那么你如果把这个信使 我们很多人 我们不是说吗 我们经常不喜欢人家wistleblower 它就相当于一个身体的吹哨人 给你吹哨来了 那么给你吹哨的时候 那你把它闭嘴 我们不想听你说话 我们现在医学干的就这事儿 你头疼给你吃药 让你不疼 抑郁让你吃药 让你感觉不到抑郁 当然也感觉不到别的 是吧 那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这个信使 吹哨的人闭嘴 实在闭嘴不了呢 怎么办呢 干脆把它杀了 杀怎么杀呢 那就是外科手术 子宫嘛 子宫可以切掉 反正不生孩子就可以切掉 胆囊嘛 胆囊有问题也可以切掉 是吧 也许是胆囊问题 切掉 能切掉都切掉 就是偏头疼的人倒霉 头没办法切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应对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办法 就是不听信息 然后把信息甚至要杀掉 这样一个办法 就是迎耳到灵的办法 所以人类的健康 人类的医学越来越发达 人类的健康实际上是越来越差 人类面临的这种卫生上的挑战越来越大 就是这个原因 那人家肯定不高兴了 说杨医生那你知道你这么说 这个什么 这个疫情还是个好事了 还是个好事了 我们还应该把它当朋友对待了 我真的 我说他就是 这个疫情就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不要心 不要慌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当初 他刚来的时候 是吧 我们采取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和方法 我们不逼着人打疫苗 我们不逼着人隔离 我们不用各种各样的 这个所谓的医学方法去控制它 这个病毒 它虽然会感染很多人 但是它不会造成 我们后来说的这样后果 它也不会变异这么快 它就是个信息 它就是要不断的变异让你听到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现在 你就要问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是应该反思 完全把注意力放到 改善我们自己心生灵 所以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 叫做防疫身心灵 就是要到这个上头来 这才是应对不变应万变 这个不变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百分之百的放在 改善你自己身心灵的健康 而不要去在意外面发生什么 那么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该怎么做事 怎么做事 这才是 我觉得才是最终的战胜这个病毒的办法 人怎么会怕一个病毒呢 我就想不通这件事情 所以但凡怕病毒的人 我觉得都需要反思 我们人是应该不害怕病毒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生物存在 它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都是为人类服务的 所以它既然是 我是主 它是仆 我怎么会怕它呢 是吧 它是应该为我们服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起来 这个非常的不正统的观念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 你就会知道我讲的这个才是正统观念 才是正统医学 是 那您刚才其实杨医生每次提到一些观点 我觉得让大家都有很有启发性 那另外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其实您刚刚提到大自然 可能它产生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大自然要怎么样来清理 跟人行为有没有关系呢 就说如果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这个部分我想也是刚才您提出这个观点之后 很多人会想要来了解到底我应该怎么做 我的行为 我的思想 或甚至我应该怎么样照顾我的健康呢 那你看看我们大自然 你就知道 这个自然 我不是讲过吗 你看这个太阳 是吧 什么时候起来 每一个小时它走到哪 什么时候下山 都很规则 这个季节的变换 是吧 周围的生物的生长 这个春夏秋冬这个过程 都非常有规律的 那么我们人是不是也应该守守这个规律呢 是吧 在中医上讲 人睡觉的时候 春夏秋冬 这睡眠都是有讲究的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起床 那你看看现在的人想什么时候睡 什么时候睡 想什么时候起 什么时候起 很多这个年轻人 尤其是这样 中年人 只要有能力 经历的人 他能不睡他都不想睡 这是一个事儿 就说我说最简单的 咱们能不能从睡眠做起 我们为什么叫睡觉抗议 睡好了 你就能抗议 光把睡觉这件事情做好 睡觉是一个最好的药 你要想吃药的话 不想吃药的话 就把觉睡好 你如果觉没睡好 那你的身体不会好 健康不会好 你的免疫功能不会好 所以很简单 就是这是一件事情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人是不是是个动物吗 人是动物的话 你是不是要动了 是吧 那这个我们现在人类已经不动了 包括我在内经常坐在这一坐坐一天 是吧 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不是个动物的生活方式了 已经是变成一个困在这个椅子上的一个生活方式了 我们已经不自觉了 因为大家都这样 是吧 一天八小时 坐办公室也好 坐家也好 都是坐着的 都不是动了 不强调过度的运动 但是我们比过度运动差的太远了 我们完全是不动了 是吧 那就是这个问题 那你说你适当的运动是不是需要做呢 人的体力活动是不是要开展呢 是吧 这个事情也是需要反思的 人类必须要反思这件事情 熬夜的 就是坐在那几十个小时 几十小时 还觉得这个工作态度特别好 觉得这个很努力 自己很奋斗 其实这都是给自己挖坑的事情 是不能做的 那这是第二个事 第三个事就是我们吃 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个节目 就是这个吃的问题 人类它不是说一天三顿饭 然后吃的还吃零食中间 人类这个身体它就不是这么设计的 人不是应该像吃的这么饱饱的 一天到晚 人他实际上吃 他也是对身体来说补充够了就行了 甚至说这个身体还不需要太多吃的多 吃的多它消耗大 消耗大它产生的废物也多 这个废物也伤害我们的身体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 或者说这个杨医生啊 咱们是中医啊 中医都要讲这个吃饭要有规律 没错 吃饭是要有规律 可是你这么多年你规律的吃饭了吗 你吃了像中医吃的一吃饭三分饱吗 你吃的是像中医说的早上要吃好 这个吃饱中午要吃好 晚上要吃少吗 我们都没有这么做 所以现在是临时抱佛脚了 因为到了这个年龄了 你这个习惯养成了 那我们才讲什么168断食啊 什么211饮食内容啊 是吧 才讲这个东西 那是为了救急 为了亡羊补牢 是吧 这个事情 所以你说这个饮食你不改善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一个病人 他就通过不吃这个过敏的 让他身体产生过敏的敏感的食物 这一件事情 一个月就减了20磅 不光如此 他还这个全身的那些炎症的表现就会减少很多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吃很重要 是吧 当然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必须做一个血液的花叶 你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 你吃的东西 这个给你身体 每天你自己在吃 你还觉得你吃东西挺健康的 但是你并不知道那个健康的东西吃到你身体里面就散生炎症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把它跟另外一个东西混在一起了 就是说你经常吃的东西 常常就是造成你敏感的一个东西 不是过敏啊 大家不要搞混了 是敏感性 那么这个敏感性呢 你如果说我也没有办法去检测 没有条件 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叫做elumination diet 就是排除饮食 基本上就是把你现在东西都吃的 平时经常吃都不吃了 重新吃一套新的食品 重新吃 然后呢每四天吃一种 重复一个东西 不要每天重复吃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每四天吃一样东西 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中医讲的这个说法 因为人吃的东西就要砸 多样化 是吧 中医为什么什么都是五样呢 是吧 这个穀物也是五种 水果也是五种 蔬菜也是五种 动物蛋白也是五种 豆类也是五种 是吧 人的这个五脏 五情 五质 五因 是吧 这个甚至人与理智性都是五个 是吧 所以人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五样 才能平衡 才能平衡 所以中国的这个阴阳五行啊 它不是一个理论 它就是一个对现实的一个描述 它就是一个事实 它不是一个理论 你看看这个东西无处不在 所以我就说通过这个实物来讲 再说说这个人的这个思维和健康 我们讲这个整合医学的灵魂医学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有灵魂的人 前提就是要承认我们这个灵魂是不灭的 它有过去 它有今天 它也有未来 这是个前提 你如果说我不相信我有灵魂 那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整合医学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如果你要想从我们这个整合医学角度来看 那你的前提就是要承认自己有灵魂 如果承认自己有灵魂的话 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 你的灵魂重要还是你的身体重要 当然你的灵魂重要 是吧 你的有限的生命重要 还是你无限的生命重要 当然你无限的生命重要 是吧 那么我们的身体就是说你就给你做完美 吃的完美 一切都完美 医生保健都完美 那你活100岁 150岁 是吧 不还是要完蛋吗 那么灵魂呢 它是不完蛋的 它有灵魂 它有以后的生命 它甚至还可以轮回转世 是吧 这个概念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这个整合医学没法讲 没法讲 那么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你就想了 那我们人类这一辈子应该干什么呢 我们这个身体是干什么的 身体是为灵魂服务的 就像一个车给人提供了一个工具 就像一个房子给人提供了一个住宅 我们的身体就给灵魂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场所 所以就不是一个孤魂野鬼了 所以这个不能去杀人就是这个意思 也不能伤自己 你把自己的灵魂的住宿给弄掉了 你就不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人这一辈子做的所有事情 都应该围绕什么呢 就围绕一个目的 怎么样改善我们的灵魂 怎么样为我们的灵魂的未来找一个好去处 因为它才是永恒的生命 它才是真正的灵 是吧 那如果说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说疫情是给你送信息的呢 那它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行为 是不是在伤害我们的灵魂 这才是大自然真正关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说灵魂是从大自然中来的 是吧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 那你总是我们灵魂咱们就笼统地说吧 是吧 如果灵魂这么重要 那它一定是有来处 那它有来处 关心你灵魂的当然是谁创造了你 谁就最关心你 对不对 那它关心你的话 它要想办法告诉你做正确的事情 有的时候 就像我们教育小孩子一样 有的时候要棒喝 有的时候要好言相劝 是吧 它就各种方式都有 是吧 这你怎么敢说这个疫情就不是一个棒喝的方式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在这方面做些思考 是的 好 我想今天杨景端医生提出的这些观点 又让观众朋友让我自己本身都可以好好的思考 期待您下一次的分享 非常感谢杨景端医生 好 谢谢舅舅 大家再见 谢谢杨医生 好 因为目前疫情变化很快喔 很多人本来已经感染下降的地区国家还持续的反弹 也让很多的民众就还在持续打疫苗做好防护 不过还是提醒有慢性病的朋友趁这段时间 把身体免疫系统调养好 那我们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会陪伴大家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道路 期待明天的相见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